近日,加拿大的在华企业未受关注,除了与荣服卖出天价的加拿大额,运输巨头庞巴迪公司似乎也十分得意。 据路透社12月13日消息,加拿大运输社被制造商庞巴迪的在华盒子企业宣布,庞巴迪已经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达成合作。 按照协议,庞巴迪需向中国供应168节高铁车厢,价值高达4.53亿美元,约人民币31.26亿元。 这已经是庞巴迪今年内签下的第二份中国高铁大弹了。 今年9月,中国铁建和庞巴迪达成合作,庞巴迪需在今年年底,前向中方交付120节车厢,总价值3.24亿美元。 此外,据媒体报道,去年庞巴迪在中国就已经拿下了价值2.71亿美元的订单,在华元宫潮期千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业界巨恶。 但是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市场如鱼得水的庞巴迪,直到自己人唾弃,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臭名远扬。 今年7月,庞巴迪仅计召回了多伦多数十辆油轨电车。 据悉,庞巴迪和多伦多政府,在2009年,就签订了合作协议,承包多伦多数百辆油轨电车的生产。 但是庞巴迪一直拖延至今年下半年才交付,而在庞巴迪不久前交付的第一批89辆油轨电车中,有67辆都出现了故障,让多伦多政府大叹非常失望。 由于之前的不良记录,庞巴迪近日在自己的地盘上丢了一笔大生意。 本周三,加拿大国铁王尔抛弃了总部就在加拿大本土的庞巴迪,转达将价值7.26亿美元的机车和客车订单交付到德国新门子公司手上。 对此,庞巴迪首席执行官为了马雷,在采访中还极力辩解,庞巴迪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例如美国就很需要我们。 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摩尔宁愿选择一个外国竞争对手也不选庞巴迪? 不知道作为加拿大的天生企业,庞巴迪到了彻底被加拿大抛弃之时,美国还愿不愿意帮他一把。 关注近视数据,第一时间了解国内爱财经大事件,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